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以后若是能一直对金夏这样 金夏起码不受欺负 当下态度缓和了一些 既然如此 那你与金夏就好好相处 改天跟着金夏到家里玩 给你父亲带好 袁女士态度转变 灵月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反而有肿掉到坑里的感觉 夏姐那个人当成老大孩成 若是当媳妇 这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 袁女士挑女婿的眼光 真可谓是为了金夏亮身打造的 挂了电话 灵月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此时只想着明天当面好好问问 金夏到底是怎么回事 幸好第二日灵月没有联系到金夏 只好先去办金夏交代她的事情 到时候去金夏面前交差 希望这大姐看在她努力为她干活的份上 别把她搅进浑水中 袁女士给灵月打过电话 第二日就到了安保局 贴身照顾金夏 这算是娘俩难得的相处的时间 张阿姨没有打扰 先回了别墅 倒是杨成万时不时地来看看金夏 看见袁女士 两个人不免火星碰地球一般 金夏看了有些有趣 打去两个人 妈 你跟师傅都待了这么多年 不过你们两个人凑活凑活吧 此话一出 气氛一凝 袁女士的脸色有些难看 杨成万虽然没有变脸 但是周深的气氛有些大 金夏有些摸不到头脑 不明白她这句话说错了什么 就算是不行 也不用这样吧 最后还是杨成万打破沉默 金夏 我先去接杨月出院 顺便再将你那个朋友接过来 好啊 好啊 师傅你快去吧 师傅一走 袁女士的脸色也缓和了 伸手给金夏盖了盖毯子 累不累 金夏摇摇头 看了看袁女士的脸色 顿了顿 到底没按捺好奇心 问道 妈 你跟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袁女士一致 想开口拒绝 不过看着金夏的眼神就说不出来 另一方面 这些话她憋在心里多少年了 现在母女两个之间的气氛难得这么好 叹了口气 在金夏身边坐了下来 沉思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道 妈与你师傅 这辈子是不可能的 金夏看着袁女士脸上浮现出一丝怀念的神色 然后就听见一个有些狗血的故事 袁女士叫袁春花 与杨成万是自小相识 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林河 俗话说 三人行必有一个单身狗 可惜 这这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单身 林河有一个未婚夫 袁女士暗恋杨成万 杨成万又喜欢林河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最后 林河结婚了 杨成万一直默默守候着 袁女士见杨成万未婚 她也憋着一口气没嫁人 后来林河与丈夫出了一场意外 去世了 两个人都很受打击 可是不久之后 杨成万不知道 为什么迅速地娶妻生子 还记着她结婚的前一天 我去找她 问她 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 我等了她那么多年 都不在乎她心里有人 她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 你别看你师傅那个人现在这样 可是她那个时候怂啊 一句话也没说 我就放弃了 袁女士叹了口气 给金夏噎了噎头发 金夏 别怪妈妈要给你 和杨月定亲 实在是男人靠不住啊 妈妈给你挣的钱够多了 只希望你能找一个 握在手心里的男人 之所以反对你跟陆毅 除了陆家的原因之外 实在是她那个男人 你掌握不住 金夏沉默了一下 缓缓说道 妈 我不知道 但是我确实不能跟大阳定亲 好 妈不逼你定亲 不过 凌月那个孩子 虽然荒唐了点 不过 你能拿捏得住他 要是你与他在一起 妈不反对 金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袁女士 这不是给她找对象 而是给她找小弟呀 嘿嘿 出了干笑 金夏想不出什么反应了 袁女士有些不满意 教育道 金夏对男人你不能一味的霸道 要给点甜头 你 知道了 妈 你再给我讲讲 你跟师父的故事呗 金夏急忙打断袁女士的说教 我知道师娘是生病去世的 那我爸呢 你从小就不给我将爸的事情 现在呢 袁女士的身子一僵 稍稍别开头 你爸他死了 别问了 妈不想说 每次一提到他爸 袁女士就这个反应 从小金夏不懂事的时候 闹着要找爸爸 袁女士还大哭一场 如今金夏懂事了 叹了口气 将袁女士抱进怀里 妈 我们不想她了 你还有我 对 我还有你 幸亏有你 母女两个的交谈就此打住 袁女士实实在在地陪了金夏一个星期 直到金夏的胳膊好转之后才离开 金夏则继续休养 本来她想去安保局报道 可是被陆依一个眼神杀了回来 没办法 谁让她以后要在她手底下讨生活呢 好在还有个杨月和上官兮陪着 杨月因为替上官兮挡了子弹 这些日子 没少趁机在上官兮面前装可怜 而上官兮因为心中有愧 对杨月也算照顾有加 否则她的伤好了之后就离开了 也不会跟兰安保局了 这样的上官兮道让金夏大开眼界 组织内有名的高领之花被眼见被杨月折了去 金夏默默地给杨月点了个赞 百无聊赖之际 金夏终于想起被她抛在脑后的灵月拿出手机 给灵月发了个定位 该来汇报情况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